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 为了做好防疫的工作 在今年思维高中的毕业典礼 不再开放亲友参加 就连明文侠儿的思维帐 在今年也都看不到了 是改以各班各别颁奖 亲师座谈会的方式来进行 而最后走上犹如星光大道的红地毯 一一向学弟妹们告别 也让现场充满温馨氛围 今天是思维高中的毕业典礼 但广场上却是空荡荡 今年为了应应防疫规范 改由各班毕业生在教室办理 515位同学 共同回首过去三年累积的点点滴滴 并听着导师最后叮咛 让现场是充满感人氛围 你们永远带着思维的精神 带着思维的祝福 付出效能 希望思维有一天能够以你们为荣 今日你以思维为荣 思维明日以为荣 在点一盏新灯的师生温情交流过后 还有同学跟老师做最后的永别 并且互道珍重与祝福 在老师的带领下 同学们沿着校园选礼 回首三年的青春回忆 做最后一次的集合 由校长蔡忠和站在台前 向515位毕业生道上无限祝福 我们思维高中的毕业典礼 以往都是以严谨出名 思维长出名 今年因为我们因应 肺炎的新生活的规范 所以我们把毕业典礼改变形态 一到每一班的教室去举办 所以是另外让学生 有不一样的一种感受 另一番不同的一种滋味 毕业生步上红毯 挥手向学弟妹告别 虽然今年没有思维长的 隆重场面 但却多了一份问心氛围 还是很开心 对 就是我们还是有一样 有开启一下 我们好像很开心 是还好 因为我们还是有 不一样的感受 每个班都用每个班特殊的相处方式 对 对 那就是 其实在班上吹得起比较好一点 最高中的毕业典礼 最后在感伤的毕业歌声中落幕 欢笑声中夹杂泪水 毕业生满载祝福 勇敢航向人生的另一段旅程 记者许立晴 华联市报导